好,請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 在美麗筆書第四章 應該是大家熟了,從十一節讀到十三節 好,那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讀 我並不是因為缺乏說這話 我不論在什麼情況,我都可以知足 這時我已經熟悉了 我知道怎樣主沒見,也知道怎樣主痛苦 我保住,我飢餓,我勇於,我懲罰 誰是誰在,我都得了你也 我保證他才會我一样,百事都能做 好,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經文 那我們採用這段經文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整個降臨的成長的過程 那這段經文主要本來我寫的是說 不管我有沒有錢,他指的或有餘或不足 指的是他的務實經濟上面 但其實呢,同樣的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的部分 或者我們家庭成長的背景,其實也一樣 為什麼保證不管有餘或不足,他都得到異覺呢? 因為他把他的焦點放在哪裡? 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他最後一句話說 我靠著他,家給我力量,凡事都能做 那今天這段特別要跟大家來分享說 人有很多很多的傷害,都來自於原生家裡 都來自於成長的過程 家庭塑造了我們個性 原本神的心意是要賜福給人,透過家庭 但這種人犯罪了以後,家就沒有這麼完美 所以你在你的家裡面一定會吸收了很多很多的 有毒的思想 你從你成長的過程當中,因為父母不完美 你一定學習到一些錯誤的榜樣 比方說有人學到吵架的時候就冷戰,不講話 就有人說後面,我們結婚從來不吵架 因為他們不講話,結果他們從來不吵架 所以我們一個人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不完美 所以很多人有時候會抱怨 為什麼我要在這樣的家裡背景來出生 然後不曉得你到了這裡以後 你沒有願意說我為什麼要在國內出生 不曉得你有沒有想過這種問題 因為如果你要拿這裡的身分是很辛苦的 然後你就覺得 如果我是出生在養人的文化裡面 是不是我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還是你有沒有想過說我為什麼不要成為一個女生 大概男人比較少這樣想 因為我們是一個男性社會 所以當地人是比較辛苦的 可是姐妹會不會想過說我為什麼不是男生 不是來得的 那是來幹嘛的 是來給的 所以人生最後是看你給了多少 而不是你得了多少 因為不管你得了多少 走的時候都得放手 所以著名的亞歷山大帝死的時候 他就說我這一生征戰 很跨東亞可以 但是死的時候都能帶走 所以他良壽空空 來遊街 所以你看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所謂門有這麼多的智慧財富 還有這麼多的女人 可是呢 他寫了傳道書 他的主題是什麼 虛空的虛空 都是座椅 都是古墓 如果我們沒有錢的人講這個話 他就叫酸葡萄行李 都是虛空 可是如果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別人羨慕的 現代人最重要 人生兩個東西很重要 一個叫口袋 一個叫腦袋 這兩個東西很重要 口袋應該有錢 腦袋應該有知識 所謂門兩樣都有 腦袋 有了腦袋就不用擔心口袋 有了腦袋自然就會有口袋 但所謂門都有 但是他是體會到 所以人生就是虛空 因為你的人生的方向不能夠搞錯 人來到世界上 不是來得 而是來給 所以上天只要人結婚 結婚就是給 養小孩就是給 人活在世界上 會發現一生的時間 多半都在給 不管你高高興 不管你高高興 你都在給 就算你沒有結婚 你也在給 你沒有結婚 你在你的職場上 也不斷在給公司 你也不斷在給身邊的人 我們都在給 最大的差別就是 你給的甘不甘願 你給的開不開心 都在給 所以如果你認定了 人生就是來給的 而不是來得的 你對人生的期望 如果很低的話 那你就會像保羅這樣子 他就可以做到 或有餘或不足 你對我來說都一樣 人生就是來給的 人生就是來學的 所以既然人生是來學的 你來自怎樣的家庭背景 跟你出生在哪個年代 你是男還是女 你是聰明還是笨 就不做過了 因為人生是來學的 所以事實上就有一個例子 講到說 耶穌說神是天國 天國就是一個主人 按照仆人跟賽幹 給了五千、兩千、一千 你們各自去奴隸 回來以後呢 五千的就賺五千 兩千的就賺兩千 一千的就賺一千 一千的就賺一千 但另一千的就更不甘願了 他把他的一千埋在地裡面 那這個就是講到說 如果我們人生 充滿了競爭、比較 你人生一定很快樂 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較的話 你只能夠跟爛的比 你只有比爛的你才會快樂 你要好跟比你就會行 所以如果有人說 你是美女的話 你千萬不要 不要因為有人說 你長得漂亮 你就去參加什麼 中國小姐的學妹 因為你會發現 人外有任何外有的 有人說你身材好 你就參加學妹 你把你每一個身材都比你好 每一個都比你漂亮 哇 你就沒有價值了 你就自備了 所以人生不能跟我比的 人生就是來學 我學到了什麼 所以如果你來自一個 很不好的家庭 有沒有東西學 很多東西學啊 那你來自一個好的家庭 有沒有東西學 也有很多東西學啊 你學你的父母心 怎麼樣溝通 你學他們怎麼樣 怎麼樣展現他們的品格 他們的人品 怎麼樣在逆境的當中 像我剛唱的詩歌 在逆境的當中 還是屹立不搖 怎麼樣在困境的當中 還是找出出路 都在學啊 所以父母是提供一個學校的 讓孩子們來學 我們今天上課的那個 浪斯佩奧教 就在想到說 父母就要開始學 可是學多少是誰的事 自己的事 都是自己的事 所以上帝不騙太人 多給誰 就上誰多要 上帝如果既然當時給了零五千 就會給你零五千 中國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這叫做能者多奧 神是很公平的 所以基督徒不要隨便跟上帝要 是你多給我一點 神如果多給你的話就會怎樣 多給誰 就像誰多要 就像誰多要 所以你跟神要那麼多 你要不看你消不消化得了 要了一個大堆 然後通通放在你的口袋裡面嗎 那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去學習 要我們去給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學會 怎麼樣面對自己的原生家裡 怎麼樣面對自己的背景 怎麼樣面對自己的菜乾 你要認清楚哪些部分有餘 哪些部分你不准 哪些部分你是比別人好 哪些部分別人比你好 我們都要認清楚 如果我們一旦認清楚以後 我們就會找到自己的定位 但這個世界上的人 他們不懂這個神經的道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總是在競爭 總是在追求名利 所以不管你來自一個 怎樣的家庭 你要原諒你的父母 今天做個不完美的地方 我想的時候 因為爸爸是很嚴格的 爸爸北方人 而且爸爸脾氣是真的 跟大概跟你末爾文天際一樣 一天司機來得快去得快 他把你打得罵了 然後我煩了脾氣 哇 你就很難過 我就很難過 坐在旁邊 還在那邊傷心難過 後來有人趕過來 我說 怎麼了 不開心啊 誰惹你啦 我心裡想說誰惹我 不敢不就是你嗎 但是不敢講 所以我有什麼話 我應該敢跟爸爸講 所以我在從這個浪子回頭的時候 我就特別覺得 這個浪子回頭這個爸爸 跟我的爸爸真的說 很不一樣 因為這個爸爸是 孩子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大兒子不滿就這樣 講不贏回來了 小兒子這麼不成熟 要分家長的人就分吧 那我們的家庭背景 不是這樣 可是我有沒有學到 有 因為我的父親跟我之間 比較有距離 小兒子從來沒有說 孩子騎在爸爸脖子上 只有電視上看過 可是等到我長大以後呢 我會怎麼做 我就讓孩子騎在我的身上 因為我學到了一件事 我學到了說 我有一天長大以後 我一定要讓我的孩子 跟我是很親近 所以我學到了 我爸爸媽媽 當然年紀都老了 他們跟我說 他們說 真是要對你們講謊 我們那個年代都不懂這些 爸爸有很多故事 我爸爸就這樣 我們小時候 爸爸回來 全家都躲起來 爸爸回來 那不得了 為什麼呢 爸爸回來就是媽媽告狀 誰又不管誰又怎麼樣 所以爸爸就是法官 你懂嗎 那爸爸就是檢察官 爸爸回來媽媽就起訴 哪個孩子怎麼樣 哪個孩子怎麼樣 爸爸就是衣除吧 所以說爸爸 在北方 爸爸代表的是一個威嚴 不怒而威 所以大家看到媽媽 離得遠遠的 哪裡有什麼 孩子像朋友一樣 你拍什麼玩笑 我爸爸的老大 從來沒有過這種思想 什麼亦師亦友 從來沒有這種想法 我來自這樣一個圓格的家裡 有沒有祝福 有啊 還是有啊 我學到了很多的功課 那有沒有不足 有啊 所以不足的地方怎麼辦 靠著那 加給我體諒 就當你認識真理以後 你就要知道怎麼樣 修正我們成長的背景 所以我長大以後 我就讓我的孩子 起到我的背上 就起馬打仗 就在床上 轉圈圈當馬騎 然後爸爸媽媽就會說 看你跟孩子的互動 我們覺得很安慰 那一方面也覺得很虧欠 以前你們小的時候 我們都不懂得這樣對待 可是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醫治 我小的時候 沒有辦法在爸爸背上的那個遺憾 有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我背上的 是誰 是我的小孩 但其實也是誰 也是我自己 對不對 所以 當我的孩子起到我背上的時候 而我從一個兒子的身份 扮演了父親的身份的時候 有沒有醫治我成長的過程 有 這是上帝很奇妙的世界 所以 如果你來自一個不健康的家庭的話 如果你沒有經過真理來醫治你 你很可能就把那個不健康 帶帶相傳 後來被人租穿地方 那就糟了 知道嗎 很多很多人看媽媽吵架 看一輩子看家庭暴力 他說我家庭長大 我最痛快 我一定不要 結果呢 還是一樣 為什麼 他從小就看媽媽 一吵架吵架 把媽媽動手 他說我一定不要這樣 他是他的腦袋 然後他一定跟他老婆吵架的時候 他很自然的反應 因為他輸入的都是這個畫面 所以他看著畫面看過了 他覺得他不自覺 啪 收出去 所以如果我們成長的過程 沒有經過真理來矯對 來醫治 我們很可能 就把以前的錯誤的模式 明知道不對 還是帶下去 就要透過真理來矯正我們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父親 有什麼東西 沒有交給你的 那有一個機會 你可以來讀主 時光無法倒流 時光會前進 可是前進的過程 有一天 當你為人父母的時候 當你站在爸爸 或者媽媽的角色的身子 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就是上帝要你當爸爸的時候 你以前看你爸爸哪裡做得不好 你現在就把他做得好 可是靠著自己肯定做得不好 靠著自己肯定做不到 靠著自己不願意還是重蹈覆徹 所以要靠著你 家庭委員會 你要靠著誰 所以上帝涉及的人生是很奇妙的 所以人生當老人跟小孩在一起 那是最美的畫面 因為小孩子他要跟老人接觸 他就會知道他的未來 他就會知道他的未來 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講三代龍套 我還是跟我們一起 後來我們在新西蘭 我就叫爸爸媽媽都過來 爸爸已經80歲了 我們還坐飛機 聽說那天坐飛機的時候 還動用到了飛機的這個氧氣筒 那個空姐說這氧氣筒 應該飛了這麼久 從來沒有人用過 聽說爸爸在鼻子上的時候 他說呼吸反正是呼不到空氣了 小姐趕快拿氧氣筒去給他 前進外 從台灣飛10幾個小時 飛到新西蘭去 但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 因為台灣不下雪 台灣天氣很熱 爸爸是沈陽出來的 爸爸從小開雪的 所以爸爸已經自從18歲離開家 再也沒見過雪了 到新西蘭去的時候 下雪 有沒有那種時光倒流的感覺 爺爺就開始講故事了 爺爺就講 哇這個很像我們家鄉 小孩就問了 爺爺以前你們那邊孕 小孩沒去過嗎 他哪去過沈陽過 我才去過 他還沒去過 很冷啊 有像我們這麼冷嗎 爺爺說冷多了 我們那時候河道的冬天就結冰了 上學都沒有命去的 哇小孩子聽著 這故事好新鮮啊 我說不要去跟喵喵啊 天氣一冷 一喵就冰棒了 小孩子跟爺爺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會看到自己的未來 因為他們看到這個爺爺一直在講故事 爺爺年紀大的時候有一點不清楚 他們住在小孩的 跟小孩住公園的房間 晚上呢 他就要去尿尿 然後就打開衣櫥了 小孩就說 爺爺你幹嘛 我尿尿啊 爺爺這不是廁所 這不是啊 這我們的衣櫥耶 這怎麼是衣櫥呢 爺爺我帶你去 我帶你去 然後小孩就問我 爸爸 他說 你老了也會這樣嗎 我說 不是我老了會這樣 是你老了也會這樣 我那個老妖就 就一直笑一直笑 他哥哥 哥哥拉他四歲 哥哥就取笑他 哈哈哈哈 你老了就像這樣 那莉莉可知名了 莉莉說 你敢笑我 你是我哥哥 你比我還快老 你要笑我 你先老了 他们有没有从老人身上看到他们的未来 有 会不会因为看到老人会让他们思想生命 会不会让他知道说 原来我不是永远这样子的 我以为你我会老的 当你的亲人离开世界以后 每个人都怕死 没有人死过 没有人知道死是怎么回事 可是当你想到 你所爱的人在你以前去了 你的那个惧怕就不见了 所以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我去为你们干嘛 预备地方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 你不是想到说哎呦好可怕 是不是什么牛头马面 牛鬼蛇神要来抓我了 我们信主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忧郁了 因为圣经应许我们 说他为我们预备地方 所以呢当你离开世界以后 你看到的会是谁 会是所有的人 亲 所以我的爸爸两年前过世 我就很清楚知道 爱我的人在我一线 里去 所以有一天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不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不是 我会看见我的父亲 这就是上帝对生命的设计 所以孩子一定要跟老人在一起 他才会懂得敬老尊贤 他没有跟爷爷生活在一起过 书本上写的敬老尊贤 他会照着做吗 不会照着做 因为他没有感情嘛 我从来没有跟老人住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敬老尊贤 可是当一个人滚出小家里面 常常有跟老人家在一起 他知道这个老人关心我 他跟这个老人有感触 所以当老人走的时候 他会想念他 结果我来爷爷走的那天 电话打过来 我弟弟打电话说把他走了 那时候我的儿子一听见 说爷爷走了 他才会哭 这个是不能够 这不是教育能够叫 没有基本上说 写着说爷爷爷死了你要哭 这学校不教这个东西了 这完全必须是真情流动 所以如果你妈说 哎 怎么爷爷离开了 怎么孩子都不哭 你也不要骂他 你懂的意思吗 你妈怎么爷爷死了 你才不哭的 他其实很错的话 因为哭是一个很自然的情绪 因为他跟爷爷都没有感情 所以我们不要太用这些教条 然后就去教训我们的小孩 而是我们要找机会 常常让老的小的讲讲电话 联络联络感情 这就变得很自然的事情 那老人有没有从孩子的身上 看到自己的过去 有啊 所以老家常讲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老人一看到小孩就开始 他看到小孩他看到什么年纪 他的脑袋就回到他自己的年龄了 所以老人跟小孩在一起 他才有盼望 你老人不要永远跟老人在一起 他永远跟老人在一起 他都没有什么看过 所以老人跟小孩在一起 他就看到了他的过去 那有没有看到他的未来 有啊 因为当他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就叫 来来来来 那个孙子来帮我弄一下这个电脑 这怎么弄啊 他都不会弄啊 谁来帮他弄 年轻人 他的孙子 所以看到子孙的发展 这个孩子是从我的血液里面出来的 生命的传承 这就是上帝设计的人 所以我们说人生要很美 而不是要完美 当你想到你的孩子一代一代的出来 你想到你的孩子跟你发展不一样的路 你就要感恩 你这个人从来不画画 怎么出了个女儿真的不会画画 那你要感恩 原来你的身上也有艺术家心 只是人生太短 没时间发挥了 所以让你的女儿走一样不同的路 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们要不要欣赏我们的儿女的成就 我们要不要鼓励我们的这些子孙满堂 所以吉利麦祖国在土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一个生命 能够两个人结婚 生出这么多小孩这么多孙子 每一个孙子的才感都不一样 而这都是从哪来的 从我们来的 这是生命 所以老人跟小孩在一起 这是比赛 老人从小孩的身上 看到了过去 又看到了未来 小孩也从老人身上 看到未来 看到他未老 也看到过去 因为老人会讲故事 所以以后 你看我保住我的孙子的时候 我跟他想说 你不知道啊 当年啊 爷爷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那个恐怖分子 开飞机 哇去撞那个大楼 哇那个恐怖事件 哇跟他讲的时候 跟他自己去电脑里面 看资料一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爷爷讲故事呢 这是爷爷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我讲的时候有感情 而且我抱着他讲 他听故事的时候 听故事的时候有温度 所以人类的科技是在发展的 我想想把他用的事太忙了 将来人类一定会当为一种机器 3D力品 就是呢 会有一个椅子抱着你讲故事 你还可以设定 现在是爷爷讲的 现在还讲的 然后呢 到底哭了之后 他会有3D啊 4D 他会有沙水功能 让你感觉到哭了 人类用很多方法 其实在模拟上帝 那个最真实 最自然的创造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 你都会有有余 也会有不足 但这就是你 这就是我 我们生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 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记号 以前我小时候觉得冯金很苦命 因为爸爸妈妈 小时候没有讲什么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爸爸跟我讲的都是炮弹的故事 爸爸讲的都是战争的故事 爸爸讲的是那时候 东山城 东北 长白山上 讲的都是那些一个故事 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 所以我听听觉得 他妈妈扶命的 活在那种时代 小时候真的是很穷 家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吃 所以在台湾的生活经历里面 很多时候是吃地瓜 连饭都没有 有一颗鸡蛋都了不起 当时要有人送一个苹果 那是高级的不得了 我们是这样的背景 那为什么她妈妈很可怜 我现在觉得他们很辛苦 为什么 虽然他们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物质 可是他们那个年代 很少看到什么分尸案 凶杀案 很少看到什么命案 我小的时候没有电锅 我煮饭的时候 我不知道活泪怎么样 我们小时候煮饭的时候 就用个夹子夹煤球 然后他会散一散 煮饭你要在那摊着 不像现在 你都放里头一按里头去做 你都时间到饭就瘦了 哪个都是 小时候 我天天 不是我家 我们每一家都是这样 街坊邻居大家都是这样 我就感谢那个年代 有任何年代的美 天天烧盘 没人自杀 到了这几年 常常很多人是烧盘自杀 你去说那 很错了吗 以前的人活下去都已经 甚至是活下去都不容易了 但现在的人活得很好 他有手机 有这个有那个 他这么快 我越来越觉得上帝是公平的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里面起跑 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坏的时代 哪个时代是好的时代 没有的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好 也有它的坏 所以文学家就说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代都是最坏的时代 但也同时是什么时代 最好的时代 就是你这个时代一定有好事 一定有坏事 所以你在国内出生 有没有好处 也有好处 有很多的好处 甚至华人有没有好处 很多的好处 是不是 你华人学 你我包括洋人学中文了 你听得懂吗 洋人学中文有多困难你知道吗 中国打败日本 到底谁赢 洋人看不懂 中国打败日本 到底是中国赢了还是日本赢了 中文有很多的抽象的理解 那个洋人是完全搞得懂的 现在有一天洋人来考中文 找你出几个题目给他考托语 你老是怕我 洋人要学中文 这个很难 身为华人 有很多的优势 如果你身为一个洋人 当然有他的好 有他的有余 但是一定也有他的童主 所以希望每一个弟兄 是被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真的不要再 抱怨我们的家里的媒体 也不要再抱怨你身上的财干恩赐 两千两千也很棒 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五千 可是华人就充满了这种思想 因为我说过华人不是上帝养大了 华人是谁养大了 所以华人一直想 我要出头天 华人是非常没有 这种成就感 所以洋人就每一个人都 不值钱啊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 只有我的孩子 good girl 哇这个才厉害啊 我那时候第一次从台湾出来到布里斯坦 我在布里斯坦的时候 我的女儿就 那一个字都不会啊 从来没学过 反正就跟学校谈出 我們真的沒修好 兩人說 我這無所謂 開心講到上學是快樂的生 來吧來吧來吧 欸 去兩個禮拜 我女兒跟我說 爸爸你今天早上 可不可以也到學校 我說幹嘛 她說我要領獎 哇我心想 不得了啊 我這女兒這麼優秀啊 再來兩個禮拜就領獎 所以領什麼獎 她讀那個學校叫 Mcgregor 好 她說我領一個獎照 Mcgregor style 哇 這是學校之星啊 對不對 什麼什麼大一聽 就是了不起的東西 哇 你那個師父兩個人 開心得不得了 哪個相機 哇 很多人在台上領獎 連搞不清楚狀況 反正看你有點獎 哇 拍照拍照拍照 拍照 好高興 哇 我們要開始了 然後就問她說 哇 你們這個獎是怎麼選的啊 我女兒說 輪流 輪流 誰這個禮拜 老師覺得你不錯 老師又找個理由 誇獎你 然後就請你上台領獎 你會發現東西 沒有辦法的差異 好 因為我們師父的人口 沒辦法 中國人太多了 所以你要出頭天 你要打敗很多人成績 做得很容易競爭 我們大家拼命都要當一個五千兩 五千兩 五千兩就看不起兩千兩 兩千兩看不起一千兩 所以博士看不起碩士 碩士看不起這個學識 我們的辦法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世界 需不需要有一千兩的人 你告訴我 需要 需不需要有人守地的時候 他都很開心 他不喜歡當總統 需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不需要有人到垃圾的時候 他說他是跟我說他開心得不得了 不需要 如果那個大媽就覺得 為什麼你家住這麼漂亮 我家住這麼不好 他就去綁架你小孩 那事情會有快樂嗎 不會 所以五千兩 兩千兩 一千兩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每個人都要開開心心的 來做忠心又良善的主人 所以這叫做上帝的原則 上帝的法則就是 五千兩千一千一百 在神眼中看 你不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因為神是公平的神 所以上帝的公平跟人想的 真的不一樣 聖經有一個例子是讓人最不懂的 耶穌說天國是什麼 天國是有一個人 一早起來就請人家進葡萄園工作 早上八點就說 欸來來你要不要到我葡萄園來工作 一天給你一千塊 哇收入不到就去了 十點鐘這主人出來找 欸有沒有人要進到我園裡面工作 十二點還出來找 兩點 五點下班 四點 他還叫人進去工作 那個四點今天他做一個小時 領了一千塊 那個早上八點的就想 哇不得了今天 今天真是賺死了 這個人工作一個小時領一千 那我今天工作八個小時 我應該領多少 八千 輪到他的時候主人給他多少 一千 一千 要領你氣不氣 很氣啊 很氣啊 欸你為什麼他一個小時公平啊 這叫相對摸多大 這個主人主人比身怎麼氣 我今天早上我是跟你說 你八點進來做我就給你一千 我有七丈啊 你為什麼看到別人好你就眼開 什麼叫公平 公平就是你要信任主人的盼法 今天你八點就來工作 你有沒有為你能夠八點就來工作 你來感謝神 你說他下午四點才來 你曉得他的故事嗎 你知道他為什麼四點才出來 他從你小孩哭到兩點 不是每一個小孩都叫到天亮的 你懂不懂 有的小孩很快叫到天亮 我神學院有一個同學 他小孩到兩歲 都沒辦法叫到天亮 他說他手都快廢了 兩年每天晚上就抱著那個小孩 不給睡 一放就哭 一放就哭 辛苦得不得了 沒人的故事 是你不知道的 我女兒 她去學校 她老師就這樣 她這個老師也很好笑 她這個老師就說 人生有時候是不公平的 因為我是很有愛心的老師 所以呢 我就跟學生講說不要叫我老師 可是沒想到我這麼親民也會有麻煩 昨天晚上我老婆跟我吵架 一覺沒睡吵到天亮 那什麼回事呢 原來這個老師呢 她名字只有一個寬 就是寬斬的寬 她就覺得說你要叫我老師 你不叫我什麼什麼老師 直接叫我寬寬 學生叫老師直接叫錯號 就叫寬寬 這個老師想展現她親民的一面 然後小寬寬 所以她說不准叫我老師 我就要你們 就叫我寬寬 結果她唱到一個 沒想到的一個意外發生 什麼事情呢 這真實的事情 我們有講過 聽得很好笑 她說我老師 半夜一點 她已經睡了 我老師已經睡了 但是呢 她太太還沒睡 忽然給手機的簡訊 進來一個簡訊 她的手機就 太太就拉起來看 這一看 不得了 馬上把這個老師從船上串下去 你跟我講清楚 你跟我講清楚 怎麼回事啊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她一看 真的很慘 寬寬 人家那個沒有來 怎麼辦 這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大家說你跟我講清楚 你這怎麼回事 寬寬寬 唉呀你想那麼多 學生啊 學生啊 學生 半夜一點 你是睜眼跟我說瞎話 好 公關說 你不信 你現在她剛傳來 你馬上打電話回去 因為她一定在那邊睡 你自己跟她撐清 與我無關 這種事情真的 越扯越黑 你自己跟她想清楚 但她馬上通話回波回去 可是回波回去的畫面 跟她想得完全無 fear 好 你想啊 今天你半夜夜宋人姐姐 你現在要查這是誰 你現在要回國 喂 下一句你要怎麼說 請問你哪位 你是不是傳錯了 那請問你什麼身份 你傳這個簡訊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就是 至少你要先請問你哪位吧 他老婆是怎樣 喂 你敢接電話 你終於接了 你這狐狸精 你傳這東西給我老公 你到底跟他什麼關係 從頭到尾 沒給對方說一句話的機會 對方這個女學生 嚇死了 就哭啊 拼命哭啊 哭 你有臉哭 敢做這種事情 就不要哭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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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完 好 再來不要來把我老公了 不好意思啊 沒有什麼話講 我沒有什麼話講 這整個畫面跟我想的 完全不一樣 我說你啊 真的是學生也要搞死他 你這樣把學生嚇死了 還學生啊 你到底要不要哭 整個晚上 沒讓他睡 超啊 超啊 超半天啊 第二天老師整個睡眠不足 跟同學說 老師是很關心的 但是因為今天不要 一點鐘傳簡訊 還有 這到底是哪位同學傳的 蛤 誰傳的 學長 有個同學就 然後 對不起 來了沒有 今天早上來了 那這也很絕 我就問我女兒 我說這很好笑 但是也很怪 你一個高中生 你那個沒來 你怎麼傳給老師呢 我女兒講一句話 爸爸 你不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 根本沒有人關心他 你不知道很多年輕人 他遇到的事情 他都不知道這不是 所以有一個老師說 說很有愛心 就什麼都知道 你有沒有聽到 這整個時代的這種悲劇 其實真的很難過耶 一個女生高中生 對於這種 生理現象就是很 什麼都不懂 這種事情他一定要問什麼 媽 不媽媽嘛 那怎麼傳錢去給老師 社會問題 這就是個社會問題 可是你看我舉個例子 那一天老師暈躲轉向 這個老師第二天能夠 八點站在葡萄園 前面等工作嗎 人生的故事喔 真的親愛的朋友 我們不懂 你自己能夠八點 增強體重在那邊工作 並不代表每個人都跟你一樣 要八點在那邊工作 能夠工作到霧店了 有人工作到十二點快中暑 他就回家了 可是他家裡面 有沒有老婆小孩要養 這個主人可不可以 這個主人可不可以 因為這個人的狀況 還是給他一千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叫做什麼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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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教學隊的功夫 人的眼中還有功夫 人的眼中還有功夫 我學這個教訓是 我帶我的最小的老妖 他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讀國小 那他哥哥姐姐學校運動會 我就帶他去學校看 哥哥姐姐賽跑 那運動會的時候呢 我那小孩進來跟我說什麼呢 他說 爸爸 我以後可不可以 不要讀這個學校 小孩子的想法真的 你想不懂 我說 為什麼不讀這個學校 這學校不公平 我說為什麼這學校不公平 你看 他手一指 我們在看台上 你看 現在要賽跑對不對 有人從這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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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得懂嗎 在講什麼嗎 因為他那個跑道圓的嘛 所以呢 跑在最外圈的人 他跑的距離是不是最差 所以為了公平怎麼辦 讓他在前頭起跑啊 所以這叫做起跑點不同啊 起跑點不同一定不公平嗎 不見 很複雜 為什麼 起跑點不同 有的時候才叫做公平 因為他最後跑的距離 要一樣 那我剛才開始解釋啊 我說你搞錯啦 因為呢 他們是跑一個圓 那跑到 越靠近裡面 距離越短 越外面 距離越長 所以呢 最外面的呢 他就要讓他先跑 好請問小孩聽得懂嗎 聽不懂 因為他腦袋沒有一個數學概念 所以他聽不懂 他說 你們大人每次都是騙小孩 每次都講一些這個理論騙小孩 洪小孩 他說我跟你打鼓 先跑的一定會贏 這個線上有時候發生一些悲劇 你知道嗎 誰贏啊 先跑的 就先跑的贏了 所以你知道 怎麼講都講不起 你看 你看 我就知道他會贏 唉 你有辦法跟他解釋嗎 你沒辦法跟他解釋 過一下子 又在跑 這次跑的是 50公尺跑時限 所以呢 所有的人站在同一個點 我兒子就說了 你看 學校也發現 剛才那樣不公平 所以他們改了 現在所有的人一起跑 這樣才公平 你能夠跟他解釋嗎 我認識你 我從我開始講 我說 我說弟弟 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解釋 但是 你記得你以後就會懂 但我告訴你一件事 公不公平 有時候不能夠憑 以探見的為主 你進了這個學校 你就要相信 學校是公平的 所以今天這個公平 你來了這個世界 你就得相信 一件事 什麼是 上帝 上帝是公平的 你看 有時候你看不懂啊 哪裡會公平 你們看過一朵香花插在流氛上 你們沒看過啊 我很少 我們做牧師的上看 因為我們正婚的時候 差不多就看一朵香花插在流氛上 走過來 覺得天啊 這女生很漂亮 怎麼夾在那裡 跟頭腿一樣 夾在那裡 殺豬了 這奇怪啊 人的眼中看 都是要俊男配美女嘛 人想的公平 不是這個人 那你說大家都一起跑 就公平嗎 不公平 大家都一起跑 你說有個毛利人 你說公不公平 澳洲是什麼人 我們現在是毛利人 就土著人 就土著人嘛 對不對 土著人是你好得不得了 你跟他比啊 我們那時候搬到新西蘭的時候 搬冰箱 四個五個 塔塔 不是冰箱 鋼器 我們有一個微學樓梯 從一樓要上二樓 很難搬 要搬家公司搞不定 他說這沒辦法 我們要叫厲害 打不到回去公司 我還以為他叫千訓萬媽 結果只來一個 就是我們打了Rugabe的 你知道嗎 你懂嗎 就是說他的側面啊 跟我的正面一樣 寬的那個 你知道嗎 哇 我的天啊 你一進來一個 他手臂都無法靠攏 我們是可以靠攏 因為我們手很小 他那個手臂跟你大腿一樣 你根本一直熊起來了 一個人就把他進去 放上去了 我真的看著目瞪口呆 我的天啊 人家上帝說他毛利人 是搬家用的 公公平 你沒辦法定義 你沒辦法定義什麼叫公平 你知道嗎 你怎麼定義什麼叫公平 所以 在聖經那個例子告訴我們 人要學會 感恩 其實如果你真的沒有愛情的話 你都應該 你從八點進去 你就應該很快樂的工作 而不是抱怨 為什麼我八點進來做八個小時 他四點進來只做一個小時 不是 你都應該跟主人講說 主人啊 這個四點啊 我都認識他 哇他很辛苦的 他家裡面有老人家要養 小孩又很小 他都睡臉不足 所以主人 可不可以賠償你喔 你給我一切 可不可以你也給他一切 這才是基督徒的心思 你明白嗎 基督徒是 巴不得人家好 你懂嗎 沒有信主的人 人性是見不得人家好 你知道差異是差很遠 希望你不是見不得人家好 我們當基督徒是巴不得人家好 我巴不得人家比我更好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看你真的是一個很自由的人 你真的是一個屬神的人 不是看人家好就眼紅 他憑什麼 憑什麼他有這個命 心裡面充滿了律平 所以我們要學會 過有餘或不足 誰是誰在我都得了密群 所以人生我們來自不同的家 別人跟你 那就是他的故事 別人怎樣 與你管 我們只管自己來跟從處 所以你來自不同的家 背景 可能你的父母親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能你的父母親是很有問題的 甚至有的父母親是有精神疾病的 甚至在這個時代我看到難過 還有爸媽 甚至爸爸還性侵自己的小孩 很虐待自己小孩 各種各樣的 但不管你的成長背景有多糟糕 我們要不要走出來 我們都要走出來 我們都要從我們那個不完美的過去裡面 都要走出來 我們都要相信你 神是公平的 我在那樣的環境當中 我就學到了別人學不到的東西 這就是生命的價值 所以生命的價值不是誰比較好命 生命的價值就是我們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學習 所以我們基督徒子線 我們要常常開一些這樣的課程 來幫助現在的人情人 現在年輕人你跟他講 哎呀神愛你呀 想什麼 新耶穌得永生 他有感覺嗎 他怎麼沒感覺 他可能來自一個很扭曲的家裡 台灣的禮物率非常的高 一個班級裡面大概有一半 父母親都是靈魂的 所以你要想這些孩子他從小到大 本來上帝造的父母 爸爸是天媽媽是地 爸爸是天馬行空 雄心壯志被天空飛的 從來不連頂的 可是呢還好有一個媽媽 媽媽是給你把屎把尿 媽媽是給你煮飯洗衣服的 媽媽是給你兒體滅命的 媽媽是指揮 剛剛爸爸說你給我回來 所以你需要媽媽 需要媽媽 可是現在多少孩子 他只有地沒有天 多少孩子只有天沒有地 所以教會要幹嘛呢 教會就是一個家庭 我們從第一堂就在講 教會是神的家 神創造這個世界就是創造一個家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就是 教會就像一個大家庭 所以你在你的家裡面 沒有學到的東西 你進了教會 不是來吃這些我們大廚主的菜 你進教會 是重新發現有很多的 酥酥伯伯伯阿姨 他們會醫治你從小 你所失落的那些東西 你來教會是來學 如果有一天你當個爸爸 你要怎麼當 你當媽媽你要怎麼當 你在教會是融入式教會的生活 很真實的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所以教會不是一個大家來這裡 有沒有什麼代表是這樣 沒有感謝主 感謝主一切都很好 是這樣的 教會是你要勇敢的把你的軟弱困難 你要說出來 教會是一個不八卦的地方 你講根本的困難 大家都覺得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是家庭 而且我們願意來幫助 所以在教會裡面 這些年輕人卻帶小孩 這個對他將來當爸爸 有沒有幫助 有 他在教會裡面 他就看到這些小孩子 所以當時聚會的時候 有小孩子來 門徒就說很吵 弄走 耶穌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所以教會是一個大家 所以現在有些教會只有年輕人 其實那個是 我覺得不是很健康 因為這些年輕人 跟年輕人在一起沒有呆啊 可是他從來不知道 他一想看這麼大聲 讓人家受不了了 他必須在一個完整的教會 他會顧念你的教會 他會體貼年幼者 這對他一生是最大的助理 因為神造人就是要學起愛 那現在呢 要的不是愛 是爽 你們懂這個字嗎 年輕人要的字 爽 但是不是神的原則 神要的是愛 這樣很願很願的 就每一個人 我們都不會來自一個外面的家 你也不要想說 我將來許個完美的太太 我將來的完美的先生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你真的有貨了 不要說 牧師給你介紹 我地球很舒靈的 你嫁給他很好的 你連場的物點 我們進來撐到吧 你在罵小孩 他就跟你說 一句話說的合疑 就像金蘋果放在銀網這裡 你在那邊生氣 他就跟你說 不可寒露道日溶 我跟你講 很快你就注尽精神病院了 不要以為 我娶了一個超完美的 我的人生就會想 除非你也很完美 要不然 如果你不完美 上帝在你身上 你半個完美 你就死定了 因為他的完美 完全震脫出什麼 你的不完美 所以 感謝主 我們的父母不完美 太好了 你的父母不完美 你都這麼幸福 你的父母要是完美的話 那大概你都不正常了 因為人生本來你我 我們都是不完美 因為我們不是神 我們受造是人 不是神 人死了也不會變成神 這就是基督教的思想 跟其他的宗教很大的不同 基督教講的是 不是叫你修煉成仙成佛 所以基督徒不強調 你這個導航 導航它會飄起來 沒有 可是你打座的話 你只要打座要飄起來 你打座練到這個程度 你要練到會飄起來 練到靈魂會出竅 基督徒追不追求這個動機 會追求 基督徒不是追求這個動機 基督徒追求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往後看一點點 羊徒哥的聖經再往後看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我們今天在你的手冊上 列了兩段經文 第六章 我們從第六節開始看看 我們大家從第六節開始 多到十二節 多到十二節 好 第六節來 然而 而 敬錢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 因為我們 也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什麼去 只要有依有實 但那些想要貪財的人 就現在已過落在亡國 而得許多 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語 那叫人承諾 讓人承諾 不乎把自己死後 但你這屬生的人 要逃避這些事 追求公義 敬錢 信心 愛心 忍耐 溫柔 你要對真道 和那美好的仗 使命永生 以為死為招 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已經做了那美好的見證 所以當一個基督徒 不是在追求你變成神 不是追求超能力 我來這一位前兩天 台灣是最紅的新聞 就是有個牧師叫郭美江 他是禱告的時候 一上吊鑽石 信徒禱告完臉上又激憤 所以本來有人錄下來 說我們敬拜的時候 我們的谷本來是銀色 敬拜完後我們的谷變成金色 哇 弟兄姊妹 其實是覺得 哇 真是神同在 真是神同在 所以這個影片就放在網路上 後來台灣的新聞 就拿出來嘲笑 說啊 別人你們信耶穌信了半天 就為了要隔鑽石啊 所以我想我們的信仰 不追求這些東西 剛剛有講 講說 祂子來是什麼 萬惡之神 做人啊 不要追求當神 你聽得懂啊 可是我們的文化 就是追求當神啊 我們文化就是追求 有一天不用再當人了 我成仙成佛啊 可是聖經說 不是 你要追求什麼 追求什麼 剛剛有說的 我們在讀一下 你要追求什麼 十一節 屬神的人 要逃避這些事 要追求什麼 溫柔 溫義 敬虔 信心 愛心 忍耐 溫柔 你為真道達那美好的仗 使命永生 你為此 被裱照 所以神 神呼召你当基督徒是来干嘛的 来当神的啊 是当神的儿女的 你是要追求什么 温柔 敬虔 信心 爱心 追求内在生命的承载 不是追求外在的表现 不是在追求 怎样主要与我同在 我其实很难过 我在台湾服侍有时候会觉得 会觉得很挫折 因为现在有很多奇怪的教导 比如说 你没听过减肥祷告我 没有啊 感谢主 你们最好不要提这些东西 好 因为有一些什么特会的讲员教他们 弟兄姊妹 胖胖胖胖胖 胖胖对不对 哎呀 神秘里同战 来我教你祷告的时候 父母祖宗宣告 这些 因为圣诞不是说 吃了什么毒也不受害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 有啊 吃了什么毒也不受害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更成求啊 我吃了鸡腿也不受害 不会变胖 好 我吃了什么高热量的 我不会变胖 我胆固醇也不会变高 好 百无禁忌 什么都可以吃 什么都不受害 不用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就变成求 哇 现在祷告 就这样祷告 耶 奉约书的宣告 今天制作东西 最有量在多少卡路比之内 超过的 一律不欲以稀收 这个信仰导 才有能力嘛 对不对 信仰到这个程度 那我说 这祷告 怎么是祷告 这真的做法啊 神经上说 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真的 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为了不变胖而猛造 你懂吗 你要有健康的身体 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变 可是你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威力的运动 早睡早起 而不是 劈病的吃 吃那个buffet 中文当中包肥的 吃个buffet 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一边吃一边打话说 不要怕 真的真的 不是神的信仰 神不是叫我们讲坡人子 所以人 就是人 人所追求的 不是要变成神 所以 爱是有不知识 因为你这一生 神给你爹娘 给你亲戚朋友 大家在这世界上 一起共度 你心里面 最多的感觉就是告诉他 他是你身体最最清洁的人 这跟他这个人好不好 又不优秀 会不会读书 聪不聪明 无关 所以我们要学会 学会去接受上帝的创造 上帝知道你是个人 你不但这辈子是个人 你下辈子 你还是个人 你要搞清楚 我们当然没有下辈子 就是说 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还是个人 所以基督徒 我们不太相信那些 轮轮回的一些东西 因为如果你相信 轮轮回的话 你其实是很惨的 因为人死 因为我们在变个人 还有一个猪 还有一个狗 还有一个蚂蚁 那我请问你 有可能吗 你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吗 你死了会不会有猪 一定会 为什么 我问你猪一胎生几只 人一胎生几个 那能到世界上 所有的猪都是投胎转世的吗 哪来那么多 那不是要变猪 还变狗 还变蚂蚁 哪来那么多人变得动物 所以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 有些猪是投胎猪 有些猪是纯重猪 那怎么分辨 很简单 杀猪的时候你只要讲 各位猪兄猪弟啊 我要动手了 你要投胎猪的话 你一定听得懂我现在讲声 好不好 我数到三里就趴下 好 我九弟弟 会不会有种发展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上辈子是外国人 听听我讲 别闹了吧 不可能吗 所以你 那我们这样讲 如果我死雷后变成猪 我这个牧师 没有傲传讲声的话 炸材变色 我死雷后的神说 太恶劣了 变成猪 请问 我是人变成猪 有宠吧 但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当初 也没有上学 也没有跟老婆吵架 只要负责发情 跟吃的胖胖的 吃的越肥越好 猪有什么不好 告诉我 无忧无虑 我当人还辛苦一点 多吃下去 就当猪去吧 我觉得也不错 除非怎么样 除非我变成猪 我的里面 还是个人 那就真的很惨 人那就真的很惨 就我一面当初 在吃那个 猪鱼的时候 我想到我上辈子 拿着刀叉 我就觉得还好悲惨 真的 我上辈子做这么多 坏事 一只猪 但是却认为自己是人 这叫猪隔分裂症 一个人 以为自己是别人 这叫人隔分裂症 听过吗 所以一只猪以为自己是人 这叫猪隔分裂症 不可能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所以人死了 不可能变成别人懂 那你说 好 我不变成人 就没了吧 我投胎转世 我再变成一个人 你脱胎转世 再变成一个人 所以你这一辈子的什么 夫妻啊 父母啊 兄弟啊 所有的关系 怎么办 全部重满了 全部重满了 所以有人就说 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 听过这个话 这是外面没有信主的人讲 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 这辈子就来投靠 周灵的女儿 听起来是很浪漫 没错 没有啦 但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我们管小孩就跟他来 你懂啊 我管他 这不好好做 孩子要懂这个轮回的大人 就说 你干嘛对我这么凶 你知道上辈子你欠我的 所以这辈子我来当你的小孩 你最好你用钱多给我一点 要不然你下辈子虐战吧 这辈子还不完 你下辈子还有你瘦的嘞 如果这一切都是轮回 咱们也不用警察了 你杀了人的话 法官这边怎么杀了人 你就说法官 这一定是他上辈子先杀我 我这边才杀他 不然我没事我怎么会杀他呢 法官说不信这套 你先杀他的 那我先杀他下辈子 那他实在会杀我吧 你以为你呆什么心呢 如果是相信儒惠有真爱吗 没有真爱 夫妻是什么 是债 上辈子欠的嘛 所以搞半天每个人都在线上还债 那这个日子会快乐吗 到你死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你还完了没有 既然嫁到他家 生是他家人 死是他家鬼 都坐到被毁了 你都不知道你债还完了没有啊 没有爱 相信轮回的人 他没有资格讲爱 因为如果要讲爱 他只有一根原子 叫做爱是永不知识 那才是爱 要不然都骗人了 都虚情假意 大概就没了 所以这些爱 紧到永远 可是有没有一个问题 你无事 你不知道我的故事 你这样讲我很怕 我将来到天上 我千万不要再跟我爸妈见面了 我不想再看到他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了 真的 他的原生家里很差 他没办法再见到他爸妈 他太多的伤害在你 各位 你现在会不会千金万苦 去找到你童年的邻居 然后跟他抱走 说小时候玩家家酒的时候 你常常欺负我 你会干这种事情吗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那是小时候的事 长大很多都不缺 亲爱的朋友 我们将来回到神海里去的时候 世上的恩怨 当你见到神的时候 你的生命改变了 你在回想这一生的事情 通通是很爱 真的 你会发现很多人吃苦 只要熬过来 所有的那个苦 都拿出来 变成精彩的故事 如果 你还是说 爷爷你讲个故事吧 说好 爷爷你讲个故事 昨天有个王子 他长得很帅 他爸爸是魔王 就给他娶了一个公主 这个公主很辣 然后呢 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呢 又是一个小公主 这小鹿长得很美 因为爸爸帅 妈妈美 爷爷帅奶奶美 小孩说 够了美 这故事好听吗 无聊死 无聊死 这些事情 我小也不懂 为什么故事里面 突然有打野啊 为什么总要有鱼屋 因为人生 结果有很多的困难 但所有的苦啊 只要你过了 回头想 当年多苦 全都成了堪天 所以圣经用了一个道理 说流泪骨 你知道吗 你的泪水有多少 满坑满骨啊 那不是一滴两滴啊 我的泪水都滴成了河骨了 说这个流泪骨 要成为全原地 而且其中百个寸与秋玉之母 所以没有眼泪的人 就没有单位的力量 你懂吗 你从来没有吃过骨 人家试试说 哎呦怎么会这样 你没办法了解 古代的皇帝就是这样 看到人饿死 听说金正恩 北韩金正恩 听说也是这样 看到人家没有饭吃 他说好奇怪啊 没有饭吃那没关系嘛 吃肉也行嘛 完全不知道 人面的百姓什么 只有吃过苦的人 才有压力的人 你的人生 过去有过很多的眼泪 你的里面 就有很大的医治的血液 可是当然 那是经过神的工作来转化 要不然眼泪永远是眼泪 眼泪经过神的圣化之后 眼泪成了泉 成了泉水 能够移植 圣经上说 我们所有的眼泪都拿起来 神都装在你皮带里 你的每一滴眼泪 神都知道 所以人不是要当神 这很重要喔 人不是要当神 人是要当有爱的人 所以将来你见着你爸爸 妈妈 你放心 所有你的仇人 你不用担心 大家到时候都会很好 因为那个时候 你已经在极大的福气中 所有的伤害 就过去了 如果今天你中了乐透 有一个人欠你十块钱 你还跟他要 他的真是有病 声音上就是这样 有一个人 主人赦免他的债 大体的债务 主人都赦免他 他出去看到一个人欠他十块钱 来跟他要 主人就很生气 因为这个人不健康 将来你都在耶稣那里 你还给耶稣告状 耶稣跟你讲 这个人可恶 他不应该在这里 你知道他卖钱 这个世界上他都可恶他欺负我 他在那边讲了他讲了他 也说你不高兴那里一起出吗 到耶稣面前才告状 那个天国的情况有什么好羡慕呢 基督徒到神头那边还在写状子 看到他说 哎呀好几百年没见了 终于今天看到你了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那天国这个地狱 所以天国就是 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一切的眼泪都过去了 一切的委屈都过去了 我们不求世界上没有苦难 不求世界上没有委屈 我们但求有一天 建筑的面 我们身体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整个身体改变 我们的生命改变 以至于我们回头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都过去了 而我们的生命 依然不断的在成长 不要以为到了天国 就大家都要每天听耶稣讲道 你放心 绝对不是这样 如果上帝能够造得出 这么美的地方 你还担心天国 都让你腻吗 不用担心 这世界上所造的一切 只不过是神全能的一点点而已 神的卫影大 神为你所预备的福分 我们刚才有福啊 我们常常说 我们其实都不懂什么 没有有福啊 总是用我们的脑袋想 神说 我都被拿给你这样 有福 超过你的眼睛 所以你的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见过 心里未曾想过 我们养小孩就知道这个滋味 想一想 将来我的孩子会谈恋爱 他懂什么叫谈恋爱吗 他会两个人嘴巴进嘴巴 就叫做谈恋爱吗 差一个 慢慢吧 18岁他就懂了 20岁他就懂了 25岁他就懂了 当爸爸妈的辛苦 他不会懂 当他30岁40岁 他当了爸爸 他就懂了 生命就是这样 你走到哪里你才会懂 天国的福分 你现在会懂 不可能 什么时候会懂 现在出个面 就懂了 好 所以基督徒书都在盼望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你的家是怎样的家 我们求主 赤婆娘的家 不管你的过去是怎样的过去 求主赤婆娘的过去 我们都感谢我们的过去 不管你对自己有多少的不满 我们求主让我们 懂得欣赏 神所造的这种我 你要宣告说 我说主的事啊 我的性格 我所有的一切 都不查错 神不会犯错 只是 我是个笨学生 我没学会 只是我以前一直想得 觉得人家都有没有 我都没有 我都忘了我是来给的 所以你要只要记得 人生是来给 人生是来学 回到这个圣体里面 不管你富足 或者有余 你都得立决 因为我们要追求的 是公平温柔 是所有殊胜的圣灵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 我想我们需要邀请朋友 我不晓得多少人 你其实心里面 可能对你的父母 或者对你的过去 对你成长的过程 可能曾经有抱怨 不满 或者不明白 但是透过今天神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都释放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求主要担待我了 我请每一位你都祷告 说神来我要敬畏 你绝对不会错 我有时候会不满意 就像流失的那个小孩 觉得这个世界 怎么这么不公平 但其实是因为 我程度太差 我看不懂 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告 我要相信神是公平的 我相信神给我的 是对我最好的 神让我遇见的人事物 都有祂的美意 每一个人 我们先来做教育 我们有时候会中了某个的轨迹 觉得 哎 我要说当年 读另外一个学校 我要是在另外一个家庭出生 我要是当年嫁给别人 嫁对人 娶对人就好了 我们常常会有这种 不正确的想法 所以我们底下也来祷告说出来 你帮助我认定 你会有属于你 虽然我有的时候在情感上 会觉得放下 但我要学习 我要学习 用信心 来相信 你是不察错的神 所以我们要为你现在的家庭 你的儿女 或者你现在还在诞生的 你要为你整个人生的经历 我们要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追求对的事 求主让我们在有余不足的当中 都学到有决 保险同时来祷告 祝我们来到这个家庭圆 不是为了要来听到 我们是为了要来信到 我们来到这个家庭圆 为的是寻求我们的家庭的改变 寻求关系的突破 寻求跟自己关系的突破 我们的理性知道很多 就像少年的官 可是常常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会做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 求主祢 一致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主祢知道在座 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心中 每一个人都有不完美的过去 所以主求祢帮助我们放下 我们定义要放下 我们定义要改变自己 我们定义要神来改变我 让我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 祢告诉我们 有以有识就当知足 知足加上敬虔 帮助我们认定可以到 帮助我们追求 爱是有不知识 所以主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死了不会变成别人 我们这些所爱的人将来 都是祢的儿女 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要永永远远 我们要继续的满世风 惆战 所以求主自己安慰 我们当中许多受伤的 求主祢亲自来工作 扭转我们的思想 拨动我们的心血 让我们百切的愤怒 难愿 一切的委屈 那些都是很真实的 要交给你 由你来处理 我们自己没办法处理 求你自己来托住 也让夫妻之间 彼此了解 了解彼此过去的限制 了解彼此过去的一些背景 了解以后 我们就会接受 把冲突把摩擦从我们当中出去 思想沟通 思想和睦 思想理解 道成为肉身 让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愿意进入到对方的世界 让儿女的心转向黑 父母的心转向黑 让我们在家里面 见到神 不只在敬拜战连当中 而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窝腕调痕 柴蜜留言当中 我们建议 为你是真实的神 祷告公主的礼求 阿们